是什么让泥鳅一改灰黑的色彩 展现出不一般的颜值 从肿到苗 从痒到管 泥鳅要有黄肚皮 得经历怎样的层层考验 曾经的土品种如何焕发出新活力 科技院马上被您揭晓 各位好 欢迎来到又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看节目的同时 你可以通过手机参与我们的互动 具体方式打开微信 选择发现摇一摇 摇TV 参与摇一摇互动 会获得惊喜的福利哦 说起泥鳅啊 大家可能马上会想起 它那滑腻腻灰溜溜的样子 可是在天津的宝底 有这么一种泥鳅 它的肚皮上有一种醒目的黄色 因为这道黄色 这种泥鳅被称为宝底黄板鳅 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可是要养出品质优良 外观漂亮的宝底黄板鳅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高建中 是天津市宝底区的泥鳅养殖大户 每年10月到11月 是它最忙的时候 养殖了大半年的泥鳅 要在入冬前全部补捞出来 补捞泥鳅的都是老把式 一个三亩面积的鱼池 在大家配合下 不到一个小时 就完成了第一网的补捞 这些被捕捞上来的泥鳅 各大肉厚 尾巴宽大 而且这些泥鳅 还带着一种明显的标志 那就是泥鳅的颜色 它的颜色发金黄色 在阳光底下都反光 对 都反光 看起来特别亮 高建中养殖的泥鳅 有一个独特的名字 宝底黄板鳅 黄板鳅的由来 就是因为这些泥鳅的腹部 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黄色 黄板泥鳅 它是大龄腹泥鳅当中的一个品系 和常用的泥鳅不一样 在腹部都成为黄色 除了颜色之外 宝底黄板鳅和常规泥鳅相比 还有另外一个优势 特别在营养成分方面 与其他泥鳅不一样 高建中这次捕捞上来的黄板鳅 将全部出口到东亚国家 泥鳅要先在水池中进行三天的赞氧 让泥鳅体内的污物和肠中的粪便排除 从而降低运输途中的耗氧量 提高运输存活率 每一框泥鳅都要经过称重 而且重量有着严格的要求 它有固定的筋数 它是15公斤 在进入集装箱前 工人只是给一框框的泥鳅 浇透一次水 这是一种被称为干运的泥鳅运输方法 这种无水湿法运输 能够保证泥鳅经过两到三天的运输 到东亚国家湿场的时候 还是鲜活的 在常规情况下 它是在水体当中 是用筛呼吸 当我们拿出的水面的时候 这个皮肤呼吸的功能 它能够达到 泥鳅皮肤保持湿润 泥鳅就能够通过皮肤来进行呼吸 运输过程中 集装箱中的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 泥鳅处于休眠状态 大大降低了对于氧气的需求 这个一个集装箱泥鳅呢 重量是三万多斤 能卖六七十万人民币 比国内内销 价格应该高到15%左右 从天津保底捕捞装箱的黄板球 经过36小时的海上运输 就走上了国外的餐桌 2016年高建中的泥鳅出口数量超过了100万公斤 价格比常规泥鳅的价格要高出30%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它养殖的泥鳅身上的这种黄色 2009年之前 高建中一直在做外贸生意 当他接触到一个东亚国家的贸易商后 得知了东亚市场对于泥鳅的需求 一般的这种家庭 一周呢要吃一次泥鳅 还有呢就是说 在餐厅就是来了客人 特别很高位的客人 这个泥鳅呢必须要得上桌 发现泥鳅的商机后 2010年 高建中建了几个泥鳅养殖池塘 养起了泥鳅 天津保底地处朝白河畔 是华北最大的湿地保护区之一 在保底 很多沟沟叉叉 大河小渠 沼泽湖泊里面 都有野生的泥鳅 我们自己就带着那种地龙 那种网到那种稻田里边 还有那个湖泊里边去捕捞 高建中用地龙将野生的泥鳅捕捞上来 放在池塘里面 定时定点地喂他们饲料 本以为只要好吃好喝地 伺候着这些泥鳅 就能够卖个好价钱 可谁成想经过五个月的养殖 这些泥鳅却让高建中 赔进去了一百多万元 价格压得很低 特别我们这块呢 这个泥鳅呢 也没有选出这种特别好的 这种品质 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当时高建中从野外 捕捞回来养殖的这些黄板泥鳅 颜色参差不齐 有黄有黑 个头也是大小不一 出口的时候 价格被压得很低 不仅如此 这些泥鳅生长速度缓慢 抗病性也差 高建中是费了力气 也排了积蓄 但是确实想放弃 就是不想干了 行 转行干没了 虽然赔了钱 但国外的经销商 却对这些腹部有着淡黄色的泥鳅 非常感兴趣 他向高建中提出 只要能够养出规格统一 腹部都是淡黄色的泥鳅 市场前景一定不错 高建中请教了泥鳅养殖专家 专家告诉他 野生状态下的黄板泥鳅 因为环境食物等方面的影响 黄色会有深有浅 通过人工养殖的方式 能够让泥鳅的金黄色更加突出 然而要向人工养殖黄板球 就不能依靠捕捞野生泥鳅 来获取苗种 在天津农学院专家们的指导下 通过人工杂交选育的方式 经过三年努力 高建中培育出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保底黄板种球 这条泥鳅呢 都是我们保底的黄板泥鳅 大一点的这条呢 是我们经过人工选育出来的 它的体型比较圆润 肉质又比较厚 颜色又金黄 另外一条泥鳅呢 就是野生的 没有经过人工选育 现在里面比较灰 而且身体上还比较细肠 培育出了种丘 高建中开始大规模的 养殖黄板泥鳅 出口数量和价格 都在不断攀升 高建中把这贵公鱼 自己养殖黄板泥鳅 摸索出的几个妙招 这第一个绝招 就是他挑选 黄板泥鳅新郎新娘的办法 就这么转转水 就成了他挑选种丘的绝招了 你能调出那种健康的女兄吗 我试试 这泥鳅身上滑溜溜的 别说是挑泥鳅 就是抓泥鳅 记者也是狼狈不堪 挑泥鳅 就靠着这个半盆清水 半盆清水 莫非黄建中的这半盆清水 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吗 高建中对着盘里这一通搅拌 他要挑选的新郎和新娘 就能够选出来了 那个您看到吗 好的泥鳅 带这盆的周围 体质差的泥鳅 带这盆的中间 我们就靠这个来选泥鳅 用力搅拌盘中的水 直到形成漩涡 就能够将泥鳅的体质区分开来 精力充沛 铁质很棒的泥鳅 因为能够抵御漩涡的冲击 就在盘子的周围溺水而游 而那些体质较弱的泥鳅 只能在漩涡中间随波逐流了 这个把水嚼起来以后 就是说体质好的泥鳅 它有溺水性 它溺水性以后 它活力强 它就游到边上 它顶着水走 但是一些体质弱的 它就说因为它这个活力比较差 它就没有这个体力 溺着水行走 所以说慢慢的 它就随着水游 到了盆子的中间 溺水而游是天性 高建中正是利用泥鳅的这一天性 轻轻松松调选出了体质好的 健康的泥鳅 作为新郎和新娘 选择出好的新郎新娘 高建中就要给他们精心布置昏房了 这些一个个放下去的轮胎 难道就是高建中 给肿球布置的昏房吗 这些轮胎 在放进肿球池之前 都要放在高蒙酸甲中进行浸泡 杀灭轮胎上的细菌 消毒完毕后的轮胎 被放进了养殖池中 高建中为新郎新娘 准备好了昏房 轮胎做昏房 都是按照泥鳅的生活习性 给他们创造的良好环境 泥鳅属于底层鱼类 喜欢生活在阴暗的地方 高建中将自行车外胎 放入泥鳅养殖池中 正好为泥鳅提供了一个安静 而且闭光遮阴的场所 柔软的轮胎 还起到了保护泥鳅的作用 这个泥鳅表面一旦划伤 可以容易感染病原菌 这样造成泥鳅的大量死亡 泥鳅属于无鳞羽 皮肤被划伤后 细菌容易侵入泥鳅体内 而自行车外胎柔软 能够避免泥鳅在游动兮兮的过程中被擦伤 高建中 在肿丘养殖池塘中 每五米就放置一个自行车胎 供泥鳅齐身 躲在自行车外胎里的泥鳅 生活安全舒适 加快了生长速度 也保证了肿丘品质 用轮胎来养殖泥鳅 这轮胎可都是用橡胶制成的 难道不会对水体和泥鳅产生毒害吗 其实这个问题一开始 高建中就找专家进行了论证 轮胎就是在超过160度温度以后 在长时间的情况下 才能说的对这个水环境造成污染 但是说的咱们这个水里边 这个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个温度 所以说它对这个泥鳅的养殖 没什么影响 而且说的咱们这个泥鳅养殖也是季节性的 一般的生长周期就四到五个月 在这段时间内 在基本上轮胎对这个泥鳅的影响 基本是跪洁于零 虽说是昏房 其实是让泥鳅在轮胎里性成熟 然后高建中就会对泥鳅进行人工受精 这些受精过后的泥鳅卵 将被送到孵化池中进行孵化 我们正常的话 一个池里边孵化一百万枚 它的成果率呢 现在是达到百分之八十 也就是八十万枚 这一个一个白色的水泥池子 里面铺上这样的沙网 就成了泥鳅孵化的苗床 一个水泥池子的大小不过四平方米 这样大小的孵化池 在一般的泥鳅养殖场 大约能放四万里泥鳅卵 可是高建中 却赶在这四平方米的孵化池放置一百万里泥鳅卵 还能够成功孵化出八十万尾泥鳅苗 这至少二十倍的差距 高建中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高建中的绝招就是孵化用的水 这就是我们泥鳅孵化水循环处理系统 水质的好坏是泥鳅孵化最主要的条件 水质越好孵化率就越高 孵化用水中的重金属 亚硝酸盐 氨氮等 都是秋卵看不见的杀手 会影响小泥鳅的胚胎发育 更严重的就会导致秋卵的死亡 高建中的这套水处理系统 是由五个大小不一 作用不同的池子组成的 第一个池子在室外 面积是最大的 它的作用就是将抽出的地下水 存在室外的池子里 通过增氧机的搅动和光合作用 将水中可挥发的有害物质 进行第一道处理 通过曝晒还有我们曝气 增加水里边的溶氧 然后呢是水里边一些重金属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杂质 通过曝晒还有这个增氧的过程 去除一些有害的物质 经过处理后的水 就进入了室内的水处理净化系统 这个净化系统会将水 依次抽入高位蓄水池 再流入低位蓄水池 经过高纤维膜系统 对孵化用水进行中的 各种有害物质的梯极过滤 我们做了一个专利 就是那种生物床过滤系统 生物床呢 里边就是有一部分是混硬碳 还有砂石按比例给它配比 这最后一个方池子 就是高建中口中的 生物床过滤系统 上面是那个小石道 砂石 砂石下面比全是活性碳 砂石和活性碳 都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 能够为孵化用水 提供最后一重宝炸 经过四次提及过滤后的水质 让泥鳅苗的成果率 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孵化出的泥鳅苗 长成水花后 高建中就会把它们 从孵化池中挪到静养池塘 等待它们长大 一个四平方米孵化池中的水花 需要三亩大小的池塘 来进行养殖 泥鳅长到三到五厘米的时候 高建中又要对它们 进行新一轮的测试 只是参加这次测试的泥鳅 是高建中随机 从静养池塘中捞出来的 别看只是这么小的泥鳅苗 它们的表现将决定 这一池塘的泥鳅 是否能够顺利尝为商品丘 我们选泥鳅 我们有一个秘密武器 什么呀 就是这个 盐呢 对 就是盐 来 上道具 一比二十五 我们把这盐跟水 融解在一块 好 看 我们把这水 倒进盆里边 把泥鳅 捞到这个盆里边 您看里边有什么变化 刚倒进盘中的泥鳅 一个个都活蹦乱跳 记者没看出名堂来 可高建中却示意记者 不要着急 你看 你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应 肚子飘上的 露白的这种 基本就死了 这鱼的严重 病的太严重了 另外一种呢 你看这个 挣扎比较激烈的 它表皮呢 多少会有点伤 还有一种 活动比较正常的 这种是比较健康的鱼 伤病的泥鳅 在碰到盐水的时候 盐会使伤口的细胞湿水 让泥鳅感到疼痛 而在盐水中挣扎 而这盐与水 1比25的比例 却对于健康的泥鳅 不会造成影响 在抽样调查中 只有伤病率 低于10%的池子 高健中才会选择 让泥鳅进入下一个环节 养殖成为商品鳅 如果伤病率高于10% 高健中的技术团队 就会通过对水质 进行调整或药物治疗 对着一池子的泥鳅 进行单独培育 在养殖过程中 高健中制定了 严格的管理规范与流程 泥鳅养殖需要5个月的时间 工人们每隔上10天 就会将这样的网盘捞上来 检查泥鳅的生长情况 在泥鳅养殖的后期 高健中就会不断观察 这些泥鳅的颜色 只有泥鳅都有了一种淡淡的黄色后 才决定是不是该捕捞上市了 现在保底黄板丘获得国家商标认定 高健中开始在水稻地里面养殖泥鳅 重养结合 形成了新的稻鳅共生生态系统 2016年 保底确定了北国江南的发展战略 高健中决定 要将他培育的黄板泥鳅 放在华北湿地进行生态养殖 越来越多的农民也开始跟着高健中 养殖保底黄板丘 在农产品的市场化进程中 大家都在寻找各自产品的卖点亮点 都在打造和同类产品的差异点 高健中抓住黄板泥鳅的黄色 依靠科技的力量 在泥鳅的黄肚皮上下功夫 在泥鳅的品质上下力气 实现了产业的大发展 在农业品牌的打造中 离不开对于科技的投入 高健中每年在科研上的投入 是利润的30% 也正是舍得投入 才会有今天的回报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 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她是深海霸王 她是烟雾弹专家 她是变色能手 然而她却要面临灭绝的危险 她到底为什么会濒临灭绝 又是如何回归大海 科技院下期讲述